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9月 3日 已經是星期日了 昨天我們跟大家 跟進了一個 用幾十萬租山頂豪宅的梁小姐 實際上她是一個 原學家 叫做連星老師 網民即時覺得 原來發財了 那麼好賺的原學家 究竟原學家是怎樣發財的呢 我們根據 馮希乾的十三維道 裏面 找了一些資料出來 我先讀給大家聽一下 他說 對於 這些情況他毫不驚訝 因為今天的香港是一個充滿奇蹟的城市 處處機遇 你看看社會地位最高的領導 誰不是玉樹林峰的表人才呢 連星老師的成功例子 正是香港教育界的典範 他查了網上登記資料 一家叫做連星 什麼 什麼 伊里 伊里香港文化傳播公司 他用 普通話拼音 好了 伊里Yijing 不知道怎麼拼音 19年7月5日就改名做 連星 聽 Limited 連星堂教育集團 行業分類屬於教育 看公司英文名字 叫做粵語拼音 變成普通話拼音 就已經知道了 連星老師 他的Market在哪裏 看出他如何 積極北上尋找機遇 果然你在抖音和其他大陸的網站 都很容易找到連星老師的短片和廣告 他的頭銜是資深的心理諮詢專家 香港EETV電視台命理玄機主持人 香港人上學會創會理事長 李嘉誠御用風水師之一診白大師 的弟子 香港奇聞雜誌原學欄目的特約讚稿人 香港連星堂身心靈城 獎 學院創辦人 深圳連星義理文化全部有限公司創辦人 服務有量子前世催眠療癒患 只需要一萬九千八人次 當然了 馮希潔就說他孤陋寡晚 從未聽過EETV和香港人上學會 這些可能全部都是作出來的 大陸人 尤其是賺大陸錢 一定要懂得浮誇 大陸人真是的 身上連500元都沒有 他告訴你 他要跟你談10億的生意 周身沒有錢 做到天那麼大 這些大陸人才敢做的 香港人不夠膽 想都不夠這樣想 他看了 這個肥婆一兩條YouTube影片 談及風水命理 當然他認為是胡說八道 例如將子平的大運 和氣息扯在一起 說氣息差就不能夠上運 但是今時今日 其實不用說身材實學 他的成功指導 是在於非常了解受眾 知道他們的智能低下 所以用淺白 的語言 也可以清楚 他們關心甚麼事情 話題總是圍繞著發財 因緣之旅 過濾掉智力太高的人之後 就開始向目標對象推銷昂貴的水晶 香薰 以及其他產品 那些經過我食神開光 所以對年青男女談戀 我有妙不可言的功效 情比金堅的狗骨頸鏈 類似的 好 再告訴你 前世罪業深重 一定要做一些驅魔法事 月入百萬就沒有難度了 其實 肯定不止月入百萬 如果不是 怎麼租得起 幾十萬 加上洗費 真的一百萬一個月 只是住的洗費成本 那麼大個雞排 究竟這個數字怎麼算回來呢 這節我們嘗試一下分析 讀完他的文章先跟大家分析 至於山頂豪宅自然是搭雞排的標道具 為了說好自己的故事 這種投資是不可以省的 有了山頂門牌 信眾或潛在顧客就會覺得你是大富大貴的人生勝利組 聽你說話就沒有錯了 一定有著數 根據東章西網報導 其實管理處已經透露有人 扔了大量的抹手指到廁所 故意弄傷了他 是不是自導自演呢 目的是上電視增加曝光率 兼借故違約斷租約 這個年輕老師其實很能夠代表今天香港某個界別的人 歡迎對號入座 在那個行業之中 越人渣就越發 因為他們的服務對象都是致力低下之輩 只有講最簡單的語言 做他們懂得體的儀式 期間免不了搭雞排 展示自己有多成功 才能夠扶搖直上平暴清雲 連星老師的成功故事實在太麗智了 希望說句也要留意一下 即使 令我想起一套電影叫做 神算 是許冠文和黎明做的 當時黎明很年輕 很英俊 就是說這個神算實際上也是騙神騙鬼之輩 他以前 祖先真的懂得摸骨 傳到他就不懂了 所以就是騙神騙鬼 靠在下面 做看奸的許冠英就幫他塑料 所以 很多東西都是 亂來的 稅局 就因為被他踢爆了 不打不撞 就被他踢爆了他的兒子 稅局局長生氣 叫黎明調查他 當時 他一次摸骨收人兩千元 其實實際上 又可以賺多少錢呢 比起現在的神棍 動一下就說可以 住100萬一個月的屋子 要摸多少次骨 所以呢 這個女人他絕對 是一個做大鵰的人 租的那麼貴的東西 他很明顯要 要吊龍躉 要吊深海龍躉 只要被他 溝中一個客人 客人跟他說 或是 令到客人覺得 你好有料啊 前面有陳振聰 賺了幾十億的錢 風水佬賺了幾十億的錢 大家想一下 我想告訴大家 任何人看風水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那一陣子的運氣 有些不如意的事 就算有錢人也會這樣的 李嘉誠也要找陳伯去指迷蹟 據說當年 雜誌形容 李嘉誠 請陳伯去他的家居住 早上兩父子起床 不洗臉 不洗臉 不擦牙 就要給他一個面色看 即是給他當時的氣色看 他說當時是最準確的 可以令到李嘉誠那麼相信 當然 他就是完全掌握了李嘉誠的心理 李嘉誠是否信風水 以他的才智 以他的 身家計算 其實是不需要看風水的 為甚麼 因為 風水的東西 其實是一種心理問題 我想告訴大家 這一集我的標題 叫做 中殖道的風水是獨家揭露 為甚麼是獨家揭露呢 我可以老實實告訴大家 有網友說中殖道風水不好 有人在這裏 住在那裏也不是很下場 例如甚麼甚麼 其實 不是的 我真的可以有理由相信告訴大家 中殖道不用看風水的 一定是好的 住在那裏的人一定是有錢的 怎麼會不好風水呢 一定會好風水的 問題就是 那個風水 是不是合理會令到你更加大富大貴 又或者 令到你住得沒那麼舒服 人有三歲六王 當然也有些黑鬼 即是本身正在走壞運的住中殖道 搞到家道中落 就像我之前的朋友那樣 不是因為風水問題的 他住那裏 上一手也發達 下一手我也查過也發達 為甚麼他自己家道中落 要搬到麥當勞道 他自己正在走壞運 這個就不關那裏問題的 所以不用看風水的 住得中殖道一定會好風水的 你不是住中殖道 你住花園街會不會好風水呀 樓下就是粉檔 有人站在街 風水好不好呢 可能好 可能不好 這些東西是人的問題 不是風水的問題 山頂風水一定好 不用看的 瘦茂瓶風水一定差 不用看的 為甚麼那些人會去看風水 或者會去看算命呢 原因 其實就是那種心靈的問題 不會有人 剛剛中了四千萬六合彩 真是看風水的 真是看算命的 算命佬 跟著就說 你流年不理 印堂發黑 當然啦 當然是不如意才去算命啦 有沒有可以指點迷津 給我一條明路 你不會 賺了10億 談成生意賺了10億 你真是算命的 所以 一定是有不妥才會去求神問卜 不問蒼生 問鬼神 這個就是 看上人算命的風水佬 掌握了人的心理狀態 實際上 他是一種 心理學的資料 風水佬也不奇怪 你就會發達了 會不會這樣說 一定不會這樣說的 一定會說 你因為平時可能對你的老婆太忽略了 你要 回去加緊 照顧你的老婆 要對他好一點 你對他好一點 他就會恍夫抑止 會使你發達了 一定會這樣說的 為甚麼 因為你跟你老婆的關係好 家裏 安寧 不是家草屋蔽的 他煮飯飯你吃 晚上又睡覺 不會失你兩腳 你這個人也精神一點 做起來也有 有活力一點 你自然覺得你走運 每天跟老婆吵 晚上又遷就你死了 遷就你逢賭必輸 你怎麼又有運走 每天給你看不好的面子 輸死你又出去賭 你想想 所以 這些東西其實是不用教的 完全是一種心理的治療 所以風水佬 是心理治療師 他因應不同的客人 說不同的東西 令到你的心舒服一點 那些治療費 有高有低 像小甜甜那樣 有個男人在他老公不見了之後哄他 令到他覺得心靈很舒暢 你的老公沒問題 他可以找回的 明知道是假的 但是他的臀部倒閉 你想想 一個女人 把飯月餅切成16鈎的人 呼喊成這樣的人 他竟然可以一獲8億8比3次的人 你就覺得 其實人 追求那種心靈的東西是無價的 他願意付出很大的代價 追求那些心靈上的安慰 這個 就是風水 實際上風水 就是心靈的治療 以及 這個 心理學 掌握了心理學 你就有機會賺到大錢 是不是 很明顯 你說蘇文鋒是不是看風水 我告訴你 一定不會看風水 因為他 很明顯告訴大家 教人家投資鋪圍 千萬不要買 那些叫 孤陰不生 獨陽不長 單邊解不要買 例如海防道 海防道 就是由 當時的3000萬升到3億 他就去買SOHO區 你說他會不會看風水 他很明顯不懂 會看風水 就知道海防道可以升10倍 如果正常他會看風水 很明顯他不會買SOHO區 同一筆錢 10年在SARS的時候買SOHO 買海防道 一個升兩倍 一個升10倍 所以 看他的人 實際上 跟他看白龍王 跟他在廟街找一檔東西 是沒有分別的 純粹就是 他看到你 跟他之間的互動 令到你 開懷 或者令到你 看開一點 人的自然情緒好一點 當然 有成功 有失敗例子 成功的就是 好像楊壽誠聽到白龍王說 回去對他老婆好一點 老婆又對他好一點 大家互動之下 生意好像越做越順 白龍王好厲害 沒有人會教你回家打老婆的 是不是 就是這個意思 我跟大家說 怎麼揭露這個風水呢 告訴大家 中植到50號 就是風水 沒有甚麼原機的 那裏是匯豐的產業 是給他 高級職員 住的宿舍 中植到 有一堆都是匯豐 買了下來 就是給 高級員工住 那你說風水好嗎 一定好吧 匯豐之前發展得多好 但是風水是不是走遠呢 因為是匯豐的問題 匯豐也有好又低 也沒有說永遠好也沒有說永遠低 問題就是 錢 一有就越精越多了 所以 他懂得買風水屋 自然發達 員工住得這麼漂亮的地方 看上去全香港為港境 入奇雲山莊 以雲山莊 那裏有幾個號碼都是匯豐的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要告訴大家 很多東西 真的是心理問題 就不是關於風不風水事 問題就是這班風水佬懂得掌握人性的弱點 他可以 撫慰你的心靈 這是一個心理治療費 所以他賺了那麼多錢 很多時候 就懂得 在市場那裏賺 所以有時候真的不能噴那麼多 人家 懂得去處理人性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好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 拜拜